世家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 为我们表演 三十岁成道 成道是什么意思 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 成道之后就开始教训 七十九岁过世 整整交了四十九年 那经典里记载 将近三百余会议 说法四十九年 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业 这个事业是什么 帮助一切众生历苦的路 四十九年所教的 一生教学的内容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五大类 对于普世的教育 就对于一切大众 人人都要学的 能力的教育 能力是什么 能力是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一切万事万物的关系 人与天地归神 人与天地归神的关系 这谁能力啊 第二个 道德教育 第三个 因果教育 这些人都懂了 人不会做坏事 人不会做坏事 不但不会做坏事 连不好的念头都不会有 除坏事 教育之外 还有向上一朝 禅宗的话 更高级的 再往上提升的 那就是 哲修与科学 用现在的话来说 哲修与科学 在佛法里面 讲大臣 明心见心 这是高等的佛学 普通是知识的 中国古人讲的 齐家之国 平天下 这是知识的教育 还有向上一朝 出离 六大轮回 出离 舍法节 其如 一阵法节 这才是究竟圆满 我们这一生 走的是这一条路 现在世间人很苦 苦的原因 刚才说过了 迷失了自信 他就苦了 今天问 物质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人生的意义 人生的价值 完全没有了 不知道人从哪里来 不知道将来到哪里去 这大死 怎么能不关心 那那人不是背后了一生 佛家说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问 得人生 闻佛法 就解决这一状事情 我知道我从哪里来的 我是怎么来的 我知道我到哪里去 我晓得怎样去 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这叫觉悟 这不迷惑 所以说佛 佛是什么 佛是印度话 意思就是个 明白人 凡夫就是糊涂人 我们学佛 就是从糊涂人 变成一个明白人 寂几世